我們在過去半年的運動起來 在大學校園裡基本上是一個稍微封殺的狀態 目前是在文化界以知識分子群體為主 在公益界媒體等等 現在是發展到這麼一個程度眾所周知 但是其實所有人都在擔心 而且也在觀察也都期望說能夠進一步的擴散 我個人認為比如說前不久就最近 像中央電視台主持人租均的擴散 目前是比較困難 那麼當然你問出問題說 像職場擴散是否可能 理論上來說 目前來說確實是相當的困難 目前這些運動似乎在很長未來 只能是在以知識分子為主的媒體公益 包括大學範圍內知識分子群體裡頭 在自我造成一個漩渦 對職場的擴散可能會有 但是是一個緩慢的過程 比如說最近幾天我注意到 在中國的國內的社交媒體上 在微博 微信上開始傳播一些 有一些在職場受害的人 包括一些官場受害的人 開始來講述自己的經歷 但是...